這兩次實習呢我覺得在專業成長上真的是 如果說大家未來是要朝向社工領域來工作的話 那我覺得就真的不只是在書上看到的那些理論 因為你真的是要實際到去實習之後 經過跟這些案組的互動 跟這些個案的互動 你才會真的知道說 這樣互動過程當中的一些美美佼佼 你會知道該如何去跟他溝通 該如何去查研官社看他的表情也好 或者說從他的非語言的行為 來知道他當下真正的狀態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想這個就是我在專業上最大的成長 好 那包括到這邊的話呢 其實我們在六股實習的這個期間 就是我們受到了督導非常棒的一個指導 有很多的一些溝通協調 然後帶領團體的技巧 學習到讓真的學習的非常多 那資函督導呢 他同時也是我們亞大社工系的畢業的學姐 那就讓我們 請我們的資函督導上台給我們有一些鼓勵 來大家拍手 好 講到指導感覺我好像很機車的樣子 好 各位同學好 我是六股社區發展協會的執行站 那同時也是各位的學姐 我是亞大社工系畢業的 你們如果來六股社區我一定會好好照顧你們的人 請放心 我是說真的照顧不是那種照顧好不好 好 既然大家都在這裡表示即將面臨要刺激這件事情 六股社區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大家都會覺得社區就是老人就是長輩 那我覺得現在大家可以調整一下觀念 因為社區很多元不相機構 你進兒上機構做的就是兒上相關 你進身上機構婦女機構 其實都有滿他獨特 都有他獨特的地方 但是社區很多元 老化是趨勢 所以老人社會工作也是趨勢 你想要做其他領域 可是那些對象最終還是會走到這個方向 不是嗎 那社區已經不再像以前 只有關懷據點 那據點的部分就是提供一些活動 照顧居家或者你到關懷據點去 甚至我們都知道嘛 共餐 那個電話問安 這些都要背 不是三個人都會想 我都很記得 是不是老師 好 所以但是現在社區更多元 他會有產業 產業就是為了因應一些 譬如說其實經營社區 他必須你知道一定都是要花錢的 經費的來源都有限 所以社區要自仇啊 自己照顧自己 那產業對我們就很重要 那除非你的社區可以有一些觀光特色 你可以發展這些資源 所以社區開始變得不一樣 那六股社區一樣除了老人社會工作跟社區產業的發展以外 我們有耳哨職工 耳哨職工 那他們真的是職工喔 不是 呃 可能也可以想像成大家往後要做的 比如說你的服務對象是所謂耳哨 耳哨 但是我們搜尋耳哨職工成立資金五年 五年 那 我可以獻一下我的耳哨職工們嗎 那來請各位起立一下 站起來啦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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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兩個害羞的 好 謝謝雅音跟菌菌 嗯 耳哨職工 有人從國小做到國中 從國中做到高中 從高中到現在有兩位 是 學校 揚州大學的學生 然後即將進入大學的同學 就是我的耳哨們 都會選擇社工系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領域裡面 他有很多的感動跟感受 感動跟感受 各位實習也是一樣的 嗯 最需要學的東西 你去實習 就是把它化作為一個實作的經驗 不管這個經驗是好還是壞 其實各位都必須要經歷跟承受 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會是美好的 外面很現實 所以你就需要學的不夠 去到社區 去到機構 你就會被指導 你就會被指導 那你應該學習的是 你要有很好的 轉換經驗跟空間 而不是 可能要放下很多執著 或者很多做人的想法 那我想經驗會累積 那你慢慢的也會修飾你身邊的零零腳腳 因為做社工很不容易 這個領域你必須很怨滑 然後也必須很務實 然後再來很多應變 跟很多想法 你會在你的實作過程中去累積 那今天學姐也非常感謝老師 把學弟妹們送來六股社區 然後呢 讓他們能夠在這段時間 在六股社區執行一個很棒的方案 然後 長輩們很開心 然後每次 他們真的很像就是 來上課獎 來上課獎 那實習結束 其實長輩也都有詢問 那同學咧 同學 好 希望有機會 還會有同學來 那六股社區也歡迎各位學弟妹 有機會來參觀 來實習 謝謝大家 再次用掌聲 感謝我們的師涵學姐 謝謝師姐 那 好 那麼我相信 各位學弟妹經過今天一整天的 這樣子的 不斷的聽方案的懲罰 不斷的提不斷的 大家也累了 那 但是 不可免俗的 還是有QA的環節 就是想 想要知道一下大家 對於我們剛才整體的報告的過程 無論是我們的報告內容也好 有不太清楚的 或者對於我們其他地方你有不清楚的 任何的問題都可以提出來 跟我們做一些討論 對 看來可能 看來這個學弟妹好像是比較含蓄一點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這邊準備一些題目要問你們 好 那我就隨便點了 就是 可能不知道點到 有很認真在聽 大家都很認真在聽 第一題的話是 我想要問一下 有沒有知道說 本方案的服務對象是誰 那我就隨便點好不好 就第五 第五排 左邊數來第七個同學好了 對 對就是你 就是你 學妹 六股社區的長輩 六股社區的長輩 他答對了 我們給他掌聲好不好 好 那我想呢 延伸提問好不好 就是 我們剛才 有秀出來的 我們的統計表當中 男性跟女性的比例 我就不問比例 我問哪個多哪個少好了 那 我就一樣隨便點 這是第三排 右邊數來第三個 我的右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的右邊 女性 怎麼了 女居多 他答對我們給他掌聲 第二題好了 PPD當中所提到的需求評估 有哪四種層面 我有聽到答案 有沒有人可以 勇於發言 主動發言 老師心中會幫你們加分 那 我的右手 我的右邊數來 第七排的 第八個 有 有人嗎 現場應該是座門的 那位同學 他說 生理心理社會 有人可以幫他嗎 家庭嗎 生理心理社會家庭 這四個層面 謝謝大家 第三題 我們題目越來越深入 希望大家就是 有跟得上 應該也不會太難 第三題就是 在實習過程當中 假設你今天是一個 社工實習生 那你在帶領的這個團體 當中 如果說團體成員 他的發言 或者他的分享也好 那 超過了當次的主題範圍的話 如果我是你 你會怎麼做 我先問有沒有想主動 來講 大家好 又有點緊張 我想請 那個 我現在正前方 那位男同學 就是坐在階梯上的 對 一覽無遺嗎 我第一個就看到你了 那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大家 就是 如果說你是在帶領團體的時候 然後團體成員 他的發言超出了 當次的主題範圍 那 你會去怎麼樣去 因應這個狀況 去做一個調節也好 或者說去處理 把它做一個 比較妥善的方式 來處理 需要麥克風嗎 那你要到台前 不用嗎 好 我會說 那這個議題 我們之後再來討論 他是說 會跟 不好意思 你說超出主題範圍嗎 那就不相干對不對 對不相干 就是說那我們可以活動之後 怎麼再來討論 就是 繼續進行這個活動 等結束之後 我們可以再來 回到剛才他提的那個問題 他是說 就是可以 當下處理方式 是可以跟 那位成員說 因為 就是 那個我們 討論 不在我們討論範圍裡面 所以可以 結束之後再去做一個討論 我覺得他這個做法很好 因為 這樣子的話是可以 在不影響團體進行的前提之下 讓這個團體可以進行下去 並且也不會因此而冷落到 這個團體成員 我覺得很棒這個答案 還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那我就再點一個好不好 再點一個 我這次想要選 一樣從右邊數來好不好 倒數第二排的 右邊數來的 第七個人 對 坐椅計算 那個沒有坐到椅子的 待會還是會被我點到 好 看是我們 謝謝位選妹 一樣是同一題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去應對 就是 適時的阻止他 適時的阻止他嗎 可以講得更具體一點嗎 要怎麼阻止啊 我們先去開玩笑說請他戴口罩 我們 我們 關於適時的阻止他 這個我有些想法 幫前面做個補充好了 我覺得適時的阻止他 是 為了 就是 可能為了當週的進度 那就是 在不影響這樣進度下 就是讓他有一個 先暫時 停止他 可能講出他 超出 我們團體範圍的內容 但是這個阻止他 我覺得他是 滿需要技巧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可能需要一些技巧 讓他 不會感受到一些不愉快 因為如果說你今天帶領的團體 如果是青少年的話 那更是 更是需要仔細 細心的去處理 因為我們知道說 青少年在 他這個 比較叛逆的時候 如果說你處理的不恰當 可能會造成關係的惡化 好 那我們是不是掌聲 來謝謝那個 好啦 最後一題了 實習過程當中 如果說遇到團體成員 他互相爭吵 然後發生爭執 如果說有這種情況 你作為這個活動的 呃 帶領人 或者說是 副帶領人 或者說是觀察者 呃 我現在問了三個問題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怎麼做 那這是從我左手邊數來 呃 我要第三排 不要 第六排的 左屬 第九個人 第九個同學 對那位男同學 是你嗎 還是我算錯了 對那 呃 就請 請回答 好 那位同學是說呢 就是先做個調停 然後讓雙方先釐清這樣子的一個爭吵 他的原因是怎麼一回事 好 那 呃 再找個同學 提問 想要選 呃 最後面 作者的 呃 那個女同學 對 對腳架旁邊 你同學 對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傳體的代理者的話 你遇到這樣子的狀況的話 你會去怎麼做一個處理 對 快不見了 我在看題目 在看題目 先了解一下原因吧 先了解原因 先了解原因 先不要印象 先不要影響到其他成員 先不要影響到其他成員 活動 還是先進行 然後結束之後再討論 結束之後再討論 好 這個方法也不錯 我們給他掌聲好不好 對 反而一樣是這題好了 是 對 好的 剛才老師Cue我說我們也要分享 不能只是學弟妹分享 學弟妹也想聽聽看學長姐的意見 那是不是 那我 我先分享好了 如果是我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遇到團體成員先互相爭執 那該怎麼處理的話 是我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是一個團體的代理人 那想必我就是會有一個以上的 我們的colleader 會有副代理人 那我會就是在不僅想這個活動的進行之下 我會先指派一個副領導人 就是請他將發生爭執的成員 先帶離開這個團體當中 那也不是說就完全離開 是就在旁邊 然後由他來進行瞭解 並且安撫 然後完成 然後進行後續的 看是 釐清是怎麼樣的狀況 然後 甚至可以更加 更進一步的話 就是那個副代理人 如果是比較有經驗的話 他可以去 就他們針對的狀況 來去讓他們做一個反思 可以是瞭解說 他們發生的 這個狀況 他們的爭執的原因點 那這個原因點究竟是因為他本身的 可能 他的經驗造成了一些不好的連結 或者說他的原生家庭 或者說他的這個爭執的點 是因為團體進行當中的價值觀的衝突 有經驗的副領導人可以去做這個的反思 對 那這個是我的分享 那我們同學 那在我的經驗裡面呢 就是 通常他們爭吵 我自己啦 就是會希望可以有 兩個 實習生 就是分別代開 對 然後 先 主要 要先安撫他們的情緒 然後讓他們比較穩定一點 再讓他們 嗯 說一些自己心裡 到底為什麼 會產生這樣的爭執 那最後呢 他們應該還是會和好 因為 他們的爭吵 不一定是 很大的事情 可能是 一些小細節 他們可能今天心情不好啊 然後看到 對方講了什麼 不開心的關鍵字啊 然後就開始 不開心 對 所以如果是我的的話 會這樣子 然後 然後再讓 Leader跟Co-Leader 繼續 他們正在代理的活動 那不要讓他們的活動停止 這樣子 謝謝 我的想法是說 在這樣子 團體成員互相爭討的狀況之下 一定 是彼此之間 在情緒上啊 或言語上 或者是說 可能 因為 某一位成員 可能他 最近 情緒 最近情緒狀況 或是說他的 身體狀況 可能比較不好 所以 才會在那種狀態之下 才會互相爭吵 那 其實 像這樣的爭吵的狀況之下 在當下的話 一定都是要把 兩個人 支開來 然後 並且讓他們 在 各自在 一個 安靜跟 安全的 環境下 好好的思考說 為什麼 在這個 在這個時候 會互相爭吵 那 然後 我們的團體 一定是要繼續進行 不會 不要因為 有爭吵這樣的狀況 而 終止 所以呢 在事後呢 還必須 所有的成員 都要 互相去 去安慰一下說 去安慰 正在爭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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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 所以 在我的想法是說 像這樣的 解決方式 會比較恰當 一點 也會 讓正在爭吵的 同學 事後會比較 比較 有 有 可以讓情緒 比較有一些 緩頭 好 再去瞭解 問題是什麼 這樣子 好 這是我的想法 我是覺得 就是我們在 帶領活動的時候 都要一個 有一點 很會 察言觀色的感覺 就是 覺得他們兩個 好像有點怪怪的 好像有點小 鬥嘴的時候 就要先去安撫他們 就是 如果你這時候去 調停的話 可能會比較容易 讓他們就是 靜下來 然後繼續團 我們的活動 那如果等到他們 真的吵得不可 開交的話 就是比較困難 就可能就只能 把他們帶到 其他地方去 就是讓他們 情緒和緩下來 對 對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接下來的話 如果說同學還有問題 或者對於我們 剛剛的一些解答 有想再討論的話 結束後可以再來找我們 那我們現在就請 邀請我們的 所老師來給我們一些鼓勵 我非常期待我們的 簡報回到第一頁 我們不要一直停在 第四題 OK 好 我們的長輩呢 有一些 他是視覺比較模糊 他的聽力比較重聽 所以呢 可能他會講話大聲一點 所以會造成 可能有其他的成員 會覺得說 你在幫他拍什麼 那所以呢 這個都是小事情 所以我們不需要在 這個第四點這邊 停留這麼多的時間 那今天呢 我非常的高興 我真的非常期待 能夠有第五個問題 叫做 哎呀 我們在選擇 實習機構的時候 我們要去哪裡找到 像六股社區 這麼好的社工獨島呢 謝謝老師 好 這個問題一定要問一下 因為呢 真的是從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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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四以來 到現在 他真的是每年都在帶我們的 學弟妹們 真的是再次在這邊深深的感謝 好 那我們 呃 這一次的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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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系的學生嘛 好 不管是學弟妹 還有我們 今天報告的這一組 但是呢 因為在這個 呃 呃 呃 實習的過程呢 我們比較貼近 實際上已經在職場的 社工場域 因此就會遇到一些 實際的問題 那也因此 我們可以提早 來體驗 未來如果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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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領域的時候 你可能會面臨到的 各種問題 還有呢 在這個機構裡頭 他們的幹部 他們的 呃 負責人 還有社工督導 是怎麼樣在處理 這些 呃 問題的一個解決 那 我相信同學們 也都學習到很多 那今天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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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也聽到說 他們想要嘗試 在這個方案實習的過程 能夠解決 長輩的 生理 心理 家庭 還有 社會面向的一些問題 那雖然這個是很不容易 但是呢 我還是盡量的 來支持他們 所以呢 他們前後有十四次時間到 社區去帶這個課程 那希望能夠滿足長輩 在這四個面向的一個需求 不過 呃 他們其實呢 是進去社區有十八次 對 就是跟長輩建立關係 還有陪同他們去丁潭社區 陪同他們到廟裡面走走 所以呢 所以呢 真的也是非常的辛苦 這段時間 那 也要感謝我們的六虎社區 這個機構有其中這麼好的一個平台 那也有 勒少事工隊的一個協助 然後能夠在 我們短短的 四個半月當中 我發現 進展同學都做到了 身裡面的課程 心裡面 社會面 家庭面 的這些課程 他們都已經 有去嘗試了 然後十四次呢 我們這七位同學 每一個人至少都帶領了 兩次以上的這個團體 然後有主領導 就是有leader 然後有co-leader 還有呢 我們的觀察者 還有陪同的這些同學們 那這些長輩 也都很高興 不過在這邊 小小露氣一下 這些長輩呢 有的是配合演出 因為 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樣 看著年輕人來 他就很高興 不然你帶什麼外交 他說 好玩嗎 好玩 刺激嗎 刺激 高不高興 高興 喜歡再來嗎 喔好可以 你們就再來 那我相信說 你們今天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 實習的成果 除了機構 社工督導以外 可能我們也要 感謝我們的長輩 他們真的是 最佳的配角 好 那實習的過程 是非常的辛苦 我相信每一組都是一樣 那 結束了 大家也都成長了 那 一定要有所成長 不管這個過程有多辛苦 那 機構跟學校都有付出很大的一個成本 那希望 你們真的要有所成長 那各位學弟們 也不要這樣子聽過之後 好像 會遇到這麼多的困難 好像 會覺得 其實呢 機構是很友善的 而跟 亞大社工系所配合的這些實習機構呢 一直以來 我們也都有很好的一個合作 所以只要你用心 我相信你的實習是可以成功的 謝謝 好 那我們今天的實習懲罰就到這邊做個結束 也祝福各位學弟妹都可以實習順利 謝謝大家